台北下大雨 這個要給對手抓到機會可以 好好的抹黑 反正要黑你就不要黑你 夜障重 夜障重 每天來就就是 獨受這世間人的這種責難 抹黑 夜障重 以前好一套法是說 事業 事業 事大 運就大 你真的是 夜障重 這個是我很熟悉的工作地方 那就順便把旁邊的病人都一起看一看 人就太快出事了 被整到了 所以要是學生 讀書就不怕老師考試 還可以趁機電老師 手換在後面 要部下撐殘而已 這是我的局長 當場就痛罵 這個就是我最不喜歡的 是 這種當官 當到要人家服事 真的是官 上個週末 到中台灣去服選 結果這個台北下大雨 這個又給對手抓到機會 所以可以好好的抹黑 事實上我當天早上 六點多一起床 我就接到他們前天晚上 十二點的給我的那個 爛 就是那個氣候 氣候預告 所以我當天早就開始下命令 我這個 我們消防局長要進駐哪裡啊 副市長要處女 那我跟他講說暗表操課 因為事實上我對我這八年來建立的這個 災防系統還是有信心 我們臺北市長 三級 三級警戒的話就消防局長 二級警戒就副秘處長 要到一級警戒才是 市長要到這個應變中心作證 那一般來講我們這樣 在三級警戒的時候 大概在消防局長跟七個局處進去就好 我們全員動員要到三十一個局處 其實這樣我就 這個時代 其實不管透過LAN或iPad 其實狀況都很清楚 他們就 我說有問題再給我報告 什麼陽金公路塞住了 土石流 馬上就要清了 通了 再塞住再通了 所以我大家狀況都知道 只有他 到下午他們跟我說 哇那康樂隧道塞住了 那傳那個影片給我看 我說這個要清沒有那麼容易 我回來看看好了 所以我才回來 所以事實上我們是有 從頭到尾掌握狀況 不過 反正要黑泥就是要黑泥 什麼人不在 我現在想說 那如果美國總統出國訪問 在空軍醫藥上面 難道不能指揮 他們美軍作戰嗎 還是可以嗎 更何況我們台北市政府 依法政府 科技的時代 這個都已經遠距了 不過為了這件事情 我還特別跟他講 那這樣好我們把整個 災防中心 要全部給他上網 所以這真的美國空軍醫好 不管在哪裡 整個EOC的螢幕 全部要直接飛上來 好啦 這個抱怨完畢 我發現我真的是業障重 每天來就承受這世間人的責難 抹黑 才是業障重 以前好一套法是說 事業 事業 事大業就大 好啦 事大業就大 事大業就大 事業是 事業 然後最後講說 你真的是業障重 以我的經驗你知道 通常掌管到現場是 製造大家的麻煩 因為還分出一半 一半的人的事後 照顧你 照顧你 都希望教授不要來看我們開刀 站在我們開刀幹什麼 製造我們的麻煩而已 還要說 先生 你也在忙什麼 你休息休息休息 你要休息就乾脆 旁邊坐著等一下 你要旁邊坐 乾脆就 到外面坐就好了 還在旁邊坐 製造大家的壓力 對啊 所以像昨天那個萬華槍擊案 你知道 我就 我聽一聽 我就 我說 局長在前線 我說好 那我到最多到萬華分局 等他就可以 因為我當時怕說萬一 萬一那個還 還夾食忍食 那到底要幾個 他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本來想說 要不要第二圈 包圍一圈 第三圈 包圍一圈 所以到萬華分局 不過他跟我說 那個 那個兇手已經致盡了 那危機就結束了 所以我就 剩下時間就去 台大醫院急診處 看 衛到那個受傷的圓警 中槍的 不過他運氣很好 都沒有打到什麼動脈 就在屁股裡面 進去 我們就包了10萬塊 紅包給他 辛苦 但是我看這個病人沒事 一時間想起 這個是我很熟悉的工作地方 那就順便把旁邊的病人都一起看一看 職業病發作 所以職業病發作 職業病發作 那些中槍的就全部看過去 一台每一個都翻起來看看 每一台都看一下 然後就開始跟說 這個要怎麼弄怎麼弄 開始當柯P的 總算看了一個鐘頭 在心滿意足的離開 開心 當了一小時的 堅任台大醫院組織醫師 好啦 說到這勘災是這樣的 就是說有事情 你知道 大家都要擠到第一線 其實知道大家麻煩 太慢太快來 你知道 人家說 就有人叫太快出事 連闖紅燈 然後又這個 違規 違規這個 紅線停車 再違規回轉 然後還有人家跟他撐傘 哇這個 這個實在是 所以是這樣 當然是這樣 講話太慢去也被罵 所以這個 還有來得剛剛好 你知道嗎 你太快了要出錯 太慢來 又不是說你太慢來 所以這個說 堪災政治學也是一大政治學運 不過我們來先看看 因為這次下雨的 宜蘭也是重災區 對啊 首先我們來問一問 陳婉慧 關於蘇貞昌跟林志廟過招 你有什麼看法 我比較看不是過招啦 當然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災防中心的這個 效果不太好 當天這個 我們這個廟廟姐 其實在我們宜蘭的社群裡面 其實也是被罵翻了 因為呢 其實我們是早上就開始淹水 但是妙妙姐一直到下午 才讓大家覺得她有出現 那她在跟蘇貞昌對話的時候呢 其實就一直被大家說她跳針 因為蘇貞昌就一直問她 所以會讓大家覺得蘇貞昌是故意的 她一直問她說是哪裡斷掉這樣子 然後呢 林志廟就一直說台七線這樣 可是台七線很長嘛 所以你到底是 大家一定會 主席應該很有經驗 一定要講出很正確的位置 是八十幾K還是哪一段斷掉 就說哪個地方就好 都有地名 是 所以呢 她就是一直講台七線 台七線講了很多次之後 她就反覆問章 所以網友就把它剪出來這樣 所以就變成大家在上面看到的 好像蘇貞昌在為難林志廟這樣子 但是當天其實林志廟 確實沒有掌握到很精準那個狀況 因為她確實被問好幾次 一直等到幕僚 把東西遞上去之後 她才把正確的位置降出來這樣子 那那個地方確實是我們後來 有非常多的這個宜蘭縣民被困在山上 困了一整天 那我們黨團這邊剛好也跟 現場被困住的民眾有取得一些聯繫啦 我剛講是蘇貞昌剛那一頁 所以我們會覺得就是說 林縣長她身為這個指揮官 她並沒有去了解到 真正段路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即時的去跟蘇貞昌要求 就是說交通部的這個公務總局 要怎麼樣去疏通 然後讓大家在那邊等等了一個晚上 然後又冷又沒有油 我們一直得到的消息 都跟公務總局傳來的消息是不一樣 然後大家又餓又怕 所以當天的狀況是這樣的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其實林志廟第一 她應該準備iPad 萬一有問題還可以 助理可以馬上傳進來 第二點 我的建議是要坐上她位置之前 要跟她連線之前 最好先 summary 先讀過一點 是啊 所以老實講她也是 所以過來 固然蘇貞昌是故意整她的 但是她沒有準備就被整到了 所以要是學生 有讀書就不怕老師考試 事實上是這樣子 還可以趁機墊老師 趁機墊老師 我跟你講 我如果是她的長官 這種手放在後面 要布下稱禪而已 對啊 這是我的局長 當場就痛罵 是啊 這個就是我最不喜歡的 是 這種當官 當到要人家服事 真的是官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 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哦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CTI714 享有折扣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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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